以家人之名大哥小哥与尖尖的感情线如何? 其中细节足以说明问题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《以家人之名》这部剧也是很多的观众们都在看的 看过之后也是都觉得很有出动吗? 不是一家人却吃一家饭 感人至深的亲情线赚取了不少眼泪 然而很多的王爷们觉得是大哥和尖尖最终从兄妹走向情侣 其实早在之前的路透的时候那个画面也是就说明了问题 两个人一闪而逝的互动都是堂不说 还有一场面树东,看一次苏一次 而尖尖每次表达出来的感觉也是都跟大哥试在一起的 很多的细节中也是都能看得出来尖尖的感情线的 至于大哥是什么时候开始能看出来的感情线 其实早在之前的时候就有一个场景 在一次晚上的时候尖尖去林霄的房间送面 小哥也在,为了让大哥吃面尖尖赖着步走 躲进大哥的被子里 但是这个行为看上去也并不是那么的合适 因此尖尖被大哥赶下去了 也是警告下次不可以上哥哥们的床 此时的尖尖也是表示知道了的眼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